大家早晨,星期六 今天港股周末分析 我会和大家来定中长线投资策略 市况由10月最尾日回升 升幅很大 最近有些回吐 我应该如何订定中长线现货投资策略 我会和大家详细讲讲我的看法 未讲之前先提提各位 昨天应该是12点开始了 你去我的YouTube频道 我现在有五个股份 你健康、中国海外发展、石药集团、永利、澳门和平安好医生 暂时最多人投资就是中国海外发展 第二都够25% 你健康,你投资都没?未投资就快点投资 接着我们讲的是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的周线图 代表中期形势 恒生指数周线图 我在这里看看 应该周线图 这个 在星期 我们看看经济通 星期几 经济通的新闻 经济通的新闻 我们上去给大家看 在这个评论与提示 我给大家 在这里 昨天 开市之前 给了两个位置 18757 已经到了 另外一个是19450 那18757 19450 是什么呢? 18757 就是根据这个 假设这个浪 是走着 傀回三中五的良度 升股目标 到了 下一个是19450 19450 我再读一次 假设中期跌浪 由这里开始 这里是多少? 是22449 开始 跌到14597 反弹上来 0.618倍良度 升股目标 快到了 就是19450 到了之后 是较大机会 会走过傀回四浪 傀回四浪 的终点 将会是傀回三中四附近 即是说 这里将会有一个 较大明显的回徒 但没有破坏到 中期形势 还有机会 站在19450上面 然后站稳后 一路挑战这个高位 是22449 当然不是短期内市 而是中期 中长期 我们就是这样看 后市 直至到 如果你说 跌回三中四浪底 跌回三中四浪底 即是这个 19237 正式失手 我们才打消 这个继续看好的念头 改以一个 较为 看淡后市的 数量方式 去应市 我们希望 跌完之后上 这个跌幅可以很大 相对地很大 较多 即是说 相对近日的 升浪来说 由这里的升浪上来 是跌了 那样的 可以 甚至是多一点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 有这个部署呢 如果您 继续看好中长线 去到这里的时候 可以做什么呢 又或者 现在需不需要沽货 走一走位呢 五人间再详细说 说了这个 的 幅度之后 浪就是这样 一浪高 一浪中期 你看到五个章 技术分析指示表 全部都是理好的 全部理好 所以继续看好 是正路的 如果这个是中线的话 继续看好 我们将指示位置 放在这里附近 附近有些技巧 因为真的 四浪 如果四浪下跌 可以去到三中四的附近 所谓附近 可以略为低一点 那就是低多少 就是低多少 1% 2% 3% 这个没有一个定的 到时你看那个形势 没有一个绝对的数字 规本 另外一个要参考位 就是这个低位 这个低位是 三月中旬的低位 18235 看看是否在这里附近 已经守得住 再上去就是 过了0.618倍 量度升幅目标 这个是中期的 那长期的指标 长期的指标 这个月 刚刚开始 已经出了SAL极点高位 暂时是19237 这个当然未必是 不可以这么早说是今个月的高位 如果指数是企稳 今个月的高位上是 未来两至三个月 那长期 就可以看好 今个月的低位 暂时是18531 就会是长期重要支持位 即是说 这个类似 破脚砖头 你好砖的形态 如果是好友 可以把指赚位 就会从14597 这边推上来 大幅推上来 指标方面 SAL转好了 保理加通道中途更有阻力 RSI STC 也转好了 SAL STC 也发出卖入讯号 当然未确定 要完美才确定 MACD 还在等待 发出 红楼卖入讯号 今个月 似乎是 成功的机会 还未成功 慢一点 要等多一 两个月 最少 指标 一个好两个 三好两个 一形成 变得偏好 一会变得偏好 一会再说 指标 对长期后市 有利 长期后市 早前是转强中 现在是转好中 转好中 上边的目标 这个是22449 刚才说了 如果是长期的目标 这两个很重要的位置 21139 另外你也可以看 由这里跌到来 跌到来 14597 14597 由哪里跌 由这里 是31183 我们来看 0.236倍量度升幅目标 长期我们看三个位置 当然这是很长远的事 不是今个月的事 起码都是看明年第一季 312倍 0.5倍 0.618倍量度升幅目标 分别是20933 22890 和24847 长期我们看目标 既然你看得这么好 即逐渐转好中 指标由5个之中 有3个转好中 我们等第4个转好中 甚至第5个 把目标是正常的 我们当然将指标 记得不断推高 好了 说完这个 我们再看 上个星期五收视的时候 我监测了12个主要指数 情况就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集中去看中线和长线 中线就是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排第1 伦敦富士100指数排第2 标准普2500指数排第3 最强的3个 长线的第3个就是 东京日经225指数 那乘收视之后变成什么呢 看看 有点变动 伦敦变的第1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第2 上证的第3 中线 中期 长期 伦敦第1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第2 标准普2500指数 跟上个星期比较呢 都变动了 日经就跌了下去 杜瓊斯伦敦 标准普2500指数 上了 我们关心的不是这几个 是我们讲股的5个 中期现在在第5 6 7 8 9 长期 5 6 10 10 国企股差点 还不太行 最靓的呢 如果你看到 就是中期 就是中级指数 包括二三线股 反映为二三线股指数 长期 就是红筹指数 当然红筹指数 现在是长期 表现最好 5个指数之中 但中期 表现最差 红筹指数 弱了 我们知道了这个指数之后 我们再看 是 这个是上个test 上个星期 可以了 接着我们看 高级技术分析指数指指数 高级技术分析指数 刚才我说 五个端技术分析指数 我们集中以 周线图和越线图 周线图和越线图 周线图跟万员 urd图上到80�平均值 那么每个选去 82代表释放显著向好 中期7.1亦变为向好 非常漂亮 我现在的合息持货量暂时 这两个都是50% 根据WBI指示 这么漂亮 50%? 因为未确定 我不是只看这个 一会和大家说 昨天收视时 阴阳综合指标表现差 只是科技指数不太差 也不够50% 其他也有23% 升降指标 五个板块之中 只是科技指数有正数 其他最差的红囚指数 -84% -100% 升降指标的平均线分布形势 -50% -50% -50% 这个是很差的 红囚指数只有16% 科技指数很漂亮 -83% 稳率指数很差 -20% 这三个 蓝筹国企 成交今天 昨天是跌市的 但是 成交大部份 就好事 而跌市之中 有支持力 有买盘支持的 成交微增 虽然大家 升跌增减 增减幅度不够25% 就至于五个指数 短期仍然可以 够值不够做好的 而十大指数之中 市值十大指数之中 就除了美团 中海油 和网易之外其他都可以做好的 中期就没有可以做好 长期有一只标上来 不是标上来 是跌了下去 因为它是-3.52% 就直接长期可以做淡中海油 所以中海油 是长期不会考虑它的股份 我们 如果我们看行业指数 12个行业指数 恒生指数 有些公司编制 中期最强的 我们要留意 是四类 即集中在这里 如果说我由上而下 先看行业 再里面选择股份 你应该先选择这四个 就是原材料业 电信业 必需性消费业 和金融业 长期看五个 就是原材料业 电信业 医疗保健业 金融业 才到必需性消费业 这五个 再看的 我建议大家 中线和长线的 正牌榜 持货 我们看主行业 今次不看行业指数 中线 我将100元放进去 如果你用100元 当然你不是用100元 你只是用50元 如果你用100元 是吧 所以这个要随意义 这个上面全部随意义 但假设 你用100元 其中 应该有26.88% 是放在地产业 接下来 26% 酒店餐饮及一限业 另外26% 医疗保健业 10% 是电信销 限电子产品业 另外 15% 就是电信服务业 再说一次 不是这个 应该是13.5% 因为 总投资内 都是半 长线 4.8% 4.3% 酒店餐饮及一限业 这个很高 4.3% 实际是什么 就是21.4% 跟着24% 医疗保健业 地产业 12% 资讯科技器材业 9.4% 电信业 9.6% 电信业 由于总投资金 是50% 所以 其实就是4.8% 再看 那究竟是投资什么股份 先看看中线 8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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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壳 当然是优先 和投资的资金多一点 今次投资的资金多一点 你是Patreon 频道的会员 可以看看中线 和长线正面盘盘 有分配给你 背壳 京东健康 海底撈 金沙中国 阿里健康 农沫集园 创科实业和中国联通 长线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10支 京东健康 背壳 金沙中国 海底撈 阿里健康 比亚迪电子 中国联通 和葵程集团 以及银行 娱乐 百姓中国 很多都是相同的 当然 中线的正面盘盘 或者中线投资组合 我们每星期要考虑换马一次 考虑未必要做 长线每个月要考虑一次 只要做中线和长线自己选择 当然你很有空 不用上班 可以把中线和长线做长线 但做得不熟 会有点混乱 不是每个人能够应付 这个做法 到最后 想说的是 现在50% 会不会比较保守 有点 记不记得 在过凌月之前 我曾经 根据当时的实际持货量 我是说 嗯 市场 很快很快 会见底回升 机会很大 所以我是偷步 偷步增持 我建议当时大家偷步增持 我中了 偷步增持之后 被人提早买 提早买 买得便宜些 买得便宜些 之后上了回合理值 我们才不用再增持 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 我预计它会跌下去 如果 上个星期 即短期 这个河湖3 中5 已经见到顶 即整个河湖3 看到顶 我们现在等的是 河湖4调整 河湖4调整 我们已经有目标 刚才说了 但这个目标 可以跌穿少少 所以建议是如何 既然中期是显著向好 长期仲利向好 如果到时跌下去 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大的变差 即最多是中期 由显著向好 变向好 长期或向好 变为偏好 今次我们继续偷步 如何偷步呢 我们分两处 首先 中线偷步到多少 50% 我们偷步买到去 如果到时也是50% 维持 BWBI 没有叫我们减持的话 我们就会增持到62.5% 同上这一样 就是增加多2个股票 即是增加12.5% 50% 加12.5% 即是62.5% 增加多2个股票 分两处 第一处 就是接近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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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水平 大家可以听到 刚才说的分钟 那些 影片 那我们先买一只 接着 信号转好 我们再买第二只 或者信号不转好 它再跌低一点 我们在内心等 等到信号转好 才买第二只 即是说 12.5% 加柱的部分 分为两处 第一处就是 直接肯定 就是 除非 形势转好差 肯定的就是 我们就在 3.5% 4.5% 差不多到 我已经买了 第二个 可能 低一点就买 也可能高一点 没有再跌低 高一点 信号转好就买 长线是什么呢? 长线不是加12.5% 长线是加15% 即是由50% 加到65% 亦是分两处 但是长线呢 我们涉及的股份 就是三只 不是两只 或者可以分三处 三处也稳定 三处 即是容易做些 不是稳定 亦是到贵户三中 四的良度铁肤 目标附近 买第一只 接着 看下它再跌不跌下去 或者 站得稳定 再升上去 接着信号 分批买了 那两只 偷步 偷步 偷步就是我期望 是一个 贵户五浪开始 五浪开始 那WAPI 便会转好 很大机会 转好的时候 我们不用减持 有它 如果到时 WAPI 分析系统 告诉我们 中市要增持 62.5% 长市要增持 65% 那便不用动 那便被人早了 这个 这个 离定了港股 中长市认市策略 希望大家 会明白 不明白 不要紧 再听多一次 应该会明白 也不是太深 好了 这段投资金分析 我说完了 明天我们上投资金教育的 那些Patreon 频道 如果你现在还是 Gold Silver 或者Green 的Patreon 你想上课 那你就 在用户设定 那里提升 没有那个月费 或年费 就去到Pentinum 或者Diamond 会值 那便可以上课 如果是Pentinum 可以上温过往10堂 如果是Diamond 可以上温过往130多堂 课程非常划算 好 多谢各位收睇 多谢各位支持 祝大家愉快的周末